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政治跟政治思维 上一次我们有提起到就是它是跟决断力 它是跟思考 它是跟决策 它是跟一个人的意向 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那跟后代的佛法所强调的言语道断 所强调的无分别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修行方法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在佛陀时代的时候呢 佛陀他曾经实验过许多种的修行的方法 然后这些不同的修行的方法里面呢 有的他是认为 好比说我们有一个天生就本具的一个自信 那不同的宗教给他不同的标签 有的人把这个自信叫做犯我 有的把这个自信叫做能够产生出宇宙所有一切现象的意识 他们给予他不同种的这个名称 然后这些不同的这个宗教呢 他有这样的这个认知 所以他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所强调的 有可能是当你能够知道说这个宇宙万法一切 都是由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自信所产生出来的 你就可以非常的安心 因为你知道说这样这个自信它是不生不灭的 它是不会死亡的 然后我们所有的言语 我们所有的功能 我们所有的这个记忆等等的 他通通都是这个自信所延伸出来的一种能力 但是当佛陀他听到这样的这个教义的时候 他的思维的方式 他检测这样的这个教义的方式 他并不是去做形而上的辩论 说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他不是从本体论上面 好像说一般人在辩论上帝存不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辩论 他几乎是注定是无解的 首先因为这个上帝这个词 他的定义是非常不严谨的 那佛陀他在定义问题的方法上面 他首先他就问到 好 你现在你认为 有一个清净本然的这样的一个自信 你是以什么来定义他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子东西的存在 那么有的宗教家 他就这样说 因为有一个能看的意识 有一个能够观察的意识 那佛陀他就继续的思维 他就继续的反观 这个能看的这个意识 他是可靠的吗 他是能够横续的吗 他是一个在经历不同种条件的变化之下都还能够依靠的东西吗 他结论是不 就连意识这样这个功能他都是无常 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般人的经验里面也可以知道这个 不管你多么努力的去维持你的意识 不管你是多么的认知你的这个意识是你的灵魂里面最深处的那一个部分 那个似乎是不跟着境界一起起舞的那一个部分 可是事实是当你睡着了之后 这个所谓的佛性它好像不见了 或者当你被打了麻醉药了之后 你就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决性 它没有办法产生了 我也遇到过一些残修的朋友 他们因为有这种对于决性就是本我 或者有一个清静本然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他们在动手术的时候 刻意的下决心 要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决心不要跑走 不要被麻醉了 可是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那佛陀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个样子 他与其他去盲目的去接受 一种宗教上面的一个既定的思维 好比说你是有本来的自信的 他首先他先去定义 你的这个自信是什么意思 你是透过什么样功能 来了知有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思维去检验 这个所有我们认定 是稳靠的这些现象 这些功能 最终而言他都是不稳靠的 所以像上星期 有人曾经提起到过 就是在接受福音式的信仰里面 得到很大的信心 得到很大的精神上的慰藉 这样的这个正面的功能 那是不容否定的 世间的宗教他本来就是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他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回应 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有那么多的信仰者 然后能够历久不衰 经过上千年数千年的流转 还要仍然是那么样的受到欢迎 可是佛陀他的思维方式是 好 你现在你认定的这个 我因为怎么怎么 所以我得救了 我因为我接受了这样的这个福音式的信仰 所以我得救了 那么当你去检验 这种我得救了 所以很安慰 所以觉得有平安感 觉得有信心 这个安慰 这个平安感 它是可靠的吗 然后你如果再深一步的去观察 老病死的这些现象 你会发现到那些在面临死亡 在极大痛苦状况的人 还有的人甚至是有老年痴呆症 有的人甚至是有失忆症 他在年轻的时候 医世的那个宗教的观念 那个世界观 那种对于事情认知的模式 也就是说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都可以把这些困难 以一句我已经接受了 什么什么 所以我已经得到解救了 我已经是得到救赎了 他都是用这样的这个思考 来回应这个人生的这个困境 但是这样的这个思考 在你失忆的状况 在你老年痴呆的状况 当你那个记忆都已经模糊了 当你的世界观都已经混乱了 的时候 他是面对这个老病死苦 他是完全是没有能力去应对他的 所以佛陀他的 检验自己的修行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方法 他思考的不是 我怎么样接受这个既定的宗教观 他思考的是 我怎么样去检查 这个我认定的这个修行的成就 不管这个修行的成就 他可能是舒服的感觉 天人合一的感觉 或者是这种信心笃定的感觉 或者是无边无际的空间 或者是无边无际的意识 或者是超过了所有的像 那种无分别的那种统合 那种虚空 那样的那个解脱的状况 他通通都是把这些境界 导规到以下的检验模式 这个是稳定的吗 他们变了的时候 他会不会因为生活 起居里面遭遇到的境界的改变 或者乃至于念头的生命 身体的老化 这样的这个过程里面 使得这些境界出现改变 然后佛陀他的结论是 没有例外的 你不管你认定 你体会到的是 多么样深细的境界 如果你把那个境界的本身 当作是最终 最原始 是最本然 那些其实实际上 都还是一种 轮回的状态 最终他因为这样的 这个思维的这个模式 得到的结论 就是 我们要追求的 实际上不是一个 在本体上面 我到底是什么东西 宇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的一个探索的方式 他看到的是 所谓的这个 星 它是由一系列的活动 所组成的 然后这些活动 他不断的受到条件的制约 变迁 我再做 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迁流 那只要你的心 那只要你的心还对于 这样子的这个境界 还有爱 还有期盼 还有所谓的造作 这边的那个造作的具体的意思 就是那个心在面对着这个境界的时候 隐隐约约觉得这是我的 这是我 这边包括这是我的自信 那都是属于我与我所的思维 这里面包括了 这个是我可以汲取快乐的对象 那个心 它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它几乎是最快的思维的角度 就是我可以从这个地方 获得什么样的快乐 这个是不是一个欲望的对象 做任何这样的跟境界的这个互动 在里面盘踞它 在依靠它 把它认为是你的本体 这个通通都是一种 会让你的心绑进 这个经验之流的力量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看 那个我们上一次 没有机会讲到的经文 在中部十九经 这一段经文 这边提起到佛陀他在修行的时候 他所做的思维的方式 他说当我正觉以前 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 请注意一下 在原始佛经里面 德菩萨 他指的不是以利他主义 作为最最高指标的修行人 在原始佛经里面 德菩萨是指佛陀他还没有觉悟 他还在实验的状态 那个阶段叫做菩萨 当他还没有得到阿罗汉国 他心里面这样子想 他说 让我住于分诸寻成二种 我分欲寻 恶意寻 加害寻为一部分 离欲寻 无恶意寻 无加害寻为第二部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时候 他把心里面的意向 分成两个部分 有一个部分呢 是欲寻 恶意寻 加害寻 什么叫做欲寻 欲寻的意思 就是任何跟欲求 跟欲爱有关联的意向 这个里面包括了自我的对话 所以当心里面想说 如果我能够得到很大的财富 让别人能够尊敬我 这是值得我努力的 这就是一种跟欲有关联的内在对话 或者是你在心里面 笃定着 我小的时候 曾经经历过那种被有钱人看不起的 那种不舒服的滋味 我再也不要人家这样子不尊重 我再也不要那种人家会因为我的贫穷而轻视我 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应该要努力的让自己有钱 所以这边的那个欲寻 首先它是跟从外境 从眼耳鼻舌身 这个部分 去汲取 去囤积快乐 这是属于欲的部分 那个寻呢 它是有对话 它是有决意 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寻 它也是不好的 它叫做恶意寻 它这个恶意寻呢 在佛法里面 它是有 一个常常被 讲说者所忽略的 一个意涵 它不是纯粹只是 对别人有害意而已的 如果纯粹只是对别人有害意的的话 那就跟加害寻是一样 跟那个第三个不善寻是一样的 它这里的这个恶意寻的那个深意 指的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人 他面对他的人生的经验 好比说不舒服的 不愉快的 痛苦的 那个部分的经验 它往往是把那个痛苦的原因 推诸于外境的 推诸于外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历史上面 绝大部分的利器 在那种要脱离开痛苦的利器 是放在政治体系的追逐 经济体系的追逐 等等的 政治体系的追逐 就是以为说我们人世间的 不公平 财富的分布不均 环境的恶劣的 这个毁坏 种种的这种不愉快 这种很明显的不公义的这个事情 它主要是 那个政治所造成的 举例来讲 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去改造政府 让政府好比说变得 更强而有力 让我们国家变得更强而有力 或者是让我们政府变得越加的民主 越加的有效率 但是它所忽略掉的 是生命的本质里面 它就是有这种 会造成不公 会造成不安 的那样的那个特质 那个跟那个政治的体系 跟经济的体系 跟你的外在的环境 跟你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 跟你小的时候 你的同学也没有霸凌你 不是直接有关联的 它是你作为一个生命体 你作为一个有自我感的 这样的生命 你就是注定了 你会处处的 而且会不断的 遇到有威胁性的东西 遇到那个会破坏 会违及你的安全感 你的内在的平衡 的那些因缘条件 那有恶意寻的人呢 他们就是 他不断的把他痛苦的原因 完全推诸于 自我以外的东西 自心的努力的 这个范畴以外的东西 所以他觉得 人生之所以会有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人他不爱我 我要想办法让他爱我 然后他如果继续不爱我的话 我就要给他好看 我就要毁灭他 然后我要跟世界宣布 你们如果敢不爱我的的话 我是那么有强大的迫害 迫害力的 我是可以让我自己 跟世界一起毁灭的 这是一种恶意寻 如果说你把你的人生的 这些不愉快 甚至把他推诸于说 这个全部都是因为 我的父母亲 小的时候他没有足够的爱我 或者是 我的爸爸 他是一个酗酒的人 他曾经虐待过 我妈妈曾经什么什么 用这样这个方式 当然很有可能 你人生 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 可是因为正思维 政治 他是延伸于 正见的 然后佛陀他所看到的正见 就是 人世间里面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的苦 可是里面最有意义的苦 所谓的最有意义的苦 就是那个真正让你最难受的 那个苦 而且你是有管控能力的 那个苦 他都是跟你的动作有关联的 他跟你的动作有关联的意思就是 他跟你的态度 他跟你的思想 他跟你对于境界的回应的模式 是有关联的 然后你若你不能够承认这一点 你看不到这一点 你把人世间的问题 归诸于以为说 因为有人偷过我的钱 因为我的上司不赏 不赏识我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触碰得到 问题的核心 你就会对于这个世间 有一种怨天尤人 然后这种怨天尤人 他会让你分心 他会让你没有办法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 真正解决 那个问题核心 的这样的努力上面 这是恶意学 然后第三种不善询叫做加害询 这个加害询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对于其他的人 对于自己是有损害的 那这个世间 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快乐的追求的方式 它是建立在加害群上面的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其实实际上 以美国这个国家来做比喻的的话 就算你是美国最贫穷的族群 在目前美国的那个族裔之间 他的经济 他的那个社经地位 是不平等的 所以普遍而言 黑人 就是所谓的非洲裔 这个族群 他的收入是少的 可是如果 你不从这样这个比较来看 你纯粹的是看 美国非洲裔作为一个族群 他整体的收入 他是富有到 可以成为全世界 第16富有的国家 假如说美国的所有的非洲裔 通通都独立出来 形成一个国家的的话 可是 一个人 他的幸福感 并不是只是来自于 那个绝对的财富的 他是来自于比较的 他是来自于竞争的 所以不管你跟遥远的世界 另外一个国度的人 比较钱 你是多么的有钱 你旁边的邻居 每一个人 都住的是比你更漂亮的房屋 开的是比你更好的汽车 他们就获得更多异性的眼光 注意力 在情场上面是更得意的 是被旁边的人所羡慕的 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容易 会有不平 然后所以这个世间 你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妇人 他的那个快乐 他不是纯粹只是来自于 物资上面的受用而已的 他有很大是来自于被人家捧 他有很大是来自于 他跟别人的比较 从这个理念 获得的尊胜感 那个优越感 那世间的这种欲求 他的本质很大程度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建立在竞争上面 然后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是看到别人的受苦 而得到快乐的 我们是会有幸灾乐祸的 这样的能力的 所以这个欲寻 恶意寻 加害寻 他被统称为三不善寻 他是三种 对修行没有利益的 思维的方法 然后佛陀又把另外的三种 分开来 这个叫三种善寻 他分明是离欲寻 无恶意寻 无加害寻 离欲寻的意思就是 你的内心是 绝至于 要把负担 逐渐逐渐放下来 因为你看到 只要你扛着某一个负担 那个负担就是你的 压力的来源 只要你对于 生命中的某一个区块 是积极盈盈的 那么你就是 那个区块的奴隶 佛陀他看到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欲界跟色界的差异 那个色界 他的快乐 是来自于 你满足了 那个快乐感 是来自于 你放下了 来自于你知足了 来自于 你在志愿的状况之下 将动作减缓减少 然后在这样的 这个减缓减少 知足之中 得到一种释放的 轻松的 满足的 这方面的快乐 欲界的乐 是相反于此的 欲界的乐是 来自于 积极盈盈的 他必须要往外面跑 所以好比说 如果你想要获得 那个在party里面 得到异性的青睐 被异性留意 那么你必须 在出门之前 你要留意 你的发雕的涂抹的方式 你要留意 你的服装 你的衣着 有没有符合时髦 有没有符合流行感 你要注意 你在跟这个party里面的人 互动的时候 你的谈吐的方式 让你看起来 是不是一个 有某一种 射精地位 或者是特别有个性 在某一方面 凸显自我的人 这个都是需要 透过很多的策划 透过很多的用力 透过很多的维持 透过很多的得失 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动作 才能够获得的 然后佛陀他看到 那个心 他的一个很大的 受痛苦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 他误以为 我们唯一 得到快乐的方式 就是透过往外跑 往外去攫取 所以他在一开始 修行的时候 他的下定决心就是 我要让我能够 决意于礼遇 我的那个方向 要清清楚楚的是 放在怎么样 让我们的心的 引头越来越少 让他需要依赖的 那个条件 越来越少 让他在面对 那个他所依赖的 条件的时候 那种互动的动作 越来越不复杂 这是礼遇寻 然后无恶 无恶意寻 就是你不管你在人生 有遇到什么样的错镜 逆境 挫折 你的主要的注意力 都是放在 我要怎么样建设性的面对 我该负起的责任 是哪一个部分 而不是习惯性的 把责任通通都是 往别人的身上堆 习惯性的把责任通通都是 把他推到外在的环境去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就会没有能力 去反观到 实际上在最深层的意义而言 你会不会受苦 取决于你自己的动作 然后第三个是无家害寻 那佛陀的决意就是 我现在我要去追求 一种快乐 这个快乐它必须是要完美的 什么叫做完美的呢 首先 那个佛经里面 它有这样一个字叫 Tatata 意识还是不会变动的 它不会因为条件的改变而变动 它不会是像 这个你如果说 我的快乐感是来自于 因为我长得漂亮 那么你不会因为你有某一天 你起床的时候 你发现到镜子的自己很邋遢 你就不快乐了 你发现到你的 这个眼角纹真多了 你发现到你发福了 你心里面就有不自在的感觉 那个 所以第一个 所谓的完美的快乐 就是它是不会变质的 它是不受条件制约的 那还有第二个部分 那佛陀说这个快乐 它是圆满的原因 是因为 它不是建立在其他的人的痛苦上 也不会建立在自己未来的痛苦上 不建立在自己的未来痛苦上 就是 你以为你现在 酗酒 放纵自己 很舒服 很爽快 可是未来的你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的这个快乐是建立在 加害于某一个众生上面的 加害于别人 我们同样的 我们人世间的这个受用 欲介的受用 很少很少是不加害于别人 你从 很严重的状况来讲 我们光是吃东西 你就算是素食主义者 那个素食 它的制造的过程 它无可避免的杀生 因为这个现在亚洲 它对于豆腐 黄豆类制品 需求的增加 所以巴西等等这些国家 它就努力的 把热带雨林 开啃掉 把它移除掉 把它改变成为 黄豆的农茶 那个屠杀的速度 我们这边所能够理解到的 是那个是 上以亿万计的 那是没有办法 算得清楚的这样的生命 它为了要维护 人类的那个社会 它为了要让那个人类 有足够的粮食吃 它每一天 每一天 都是在经历着大屠杀 都是在经历着 所谓的genocide 然后这个是 无法避免的 你作为一个生命体 你几乎就是 就是会这个样子 然后更何况是 如果你是一个不懂得 收射自己的欲望的 你是一个对于欲望 完全没有警惕心的人 那么你的那个放纵 你那个纵欲的过程 它所带来的 不管是环境上面的破坏 不管是对于你周遭的人 的影响 那都是没有办法计算清楚的 这是为什么佛陀他 那么一样的在意这个问题 我要追求的这个东西 它会不会害到别人 会不会害到自己 同样的经他继续提到 当我这样助于不放异 热心 自我努力时 欲寻升起 我这么了知他 我的这欲寻已升起 他导向自己的脑海 导向他人的脑海 导向两者的脑海 是灭会者 脑海的半当 非涅槃 的导向者 你看看 那个佛陀他 过去的修行的方法 那几乎是 无分别心的相反 首先他是 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分别 把方向 一个分成叫做错误的方向 一个叫做正确的方向 然后当他选定了 正确的方向之后 他是不放异 热心 自我努力 这一个不放异的意思就是 他是尝试着时时刻刻 他都是小心的 他是在小的地方留意的 他是谨慎的 热心就是 他是高度的热忱的 他是充满了笃定 充满了信念 充满了勇敢 他这样子自我努力的时候 有的时候 心里面会有欲寻产生出来 好比说他可能 他在公园里面散步 我们现在只是 有点半开玩笑做比喻吧 他在公园里面在坐行禅 在坐走路禅 他看到对面推来一台娃娃车 娃娃车里面有个超级可爱的婴儿 红通通的脸蛋 妈妈在跟这个婴儿互动着 嘀嘀咕咕 我可爱的小宝贝 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心里面充满了羡慕心 哇 人伦的快乐 那么样的幸福 那么样的美好 如果我自己也去搞一个小baby来 多好啊 我就可以把他当成是羊娃娃 让他穿得漂漂亮亮 然后他会很爱我的 当你心里产生出 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种欲寻的生气 然后佛陀 那个时候已经是作为一个离家者 他是作为一个沙门 那个古代的那个沙门的意思 一个沙门啊 他的意思就是 他已经不把人生的目标定在囤积财富 他不把人生的目标定在家庭幸福的追求 他把人生的目标是定在锻炼自己的内心 所以让内心对于这些欲求 越来越少依赖 然后他已经作为这样一个沙门 他就这样子了解 这个已经产生出来的欲寻 我这样的这个跟欲有关联的念头 这样的意向已经产生出来了 它会带来自己的害处 会带来别人的害处 它会带来两者的害处 有的人会想说 你还俗 你去找一个人结婚 跟他生一个小宝贝 这为什么会带来自己的害处 会带来别人的害处 会带来两者的害处 这只有深思熟虑的人才能够了解的 首先 你想想看 你要一个人来爱你 你要一个人 来 把你当作 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伴侣 这看起来 他在很多程度上 他的确是好事的 他那里面所伴随的快乐 这是不能够被否定的 可是在同时 你在做什么 就是 你换一个角度想 你七八十岁 因为癌症 躺在病床上面 甚至老年痴呆 你要你眼前你爱的人 来服侍你 你舍得吗 你舍得吗 然后叫他换过来 今天是你所爱的人 他被癌症挤倒了 躺在病床上面 你要替他 清除他的尿袋里面的尿 帮他清除他 尿部里面的粪便 这个未来 他的这个 你选择做的这个事情 他的全方位 他的每一个内涵 他的内容 你都想清楚了吗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所有的佛教徒 他都要兵弃爱情的 可是 对于一个 有志于解脱到的人 他必须要学习 看到 你的人生的最高价值 是不能够寄托在这里的 你如果寄托在这里 他是没有一个 好的结局的 怎么叫做 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呢 好 你想想看 你跟一个人结婚 你跟他有一个浪漫的关系 情爱上面的关系 他有哪几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是 你们会非常非常的爱彼此 做神仙般的伴侣 线插神仙 然后这样的结局就是什么 这样的结局就是 当你们两个在面临 生老病死的时候 那个痛苦是增加一百倍的 你如果没有那么爱对方 你还不会知道那种 我死掉之后 去向那不可知的未来 你死掉之后 去向那不可知的未来 各随着自己的夜报 迷迷糊糊的去轮转 这很有可能就是永恒的离别 然后那已经是世间的人 所认为的最美好的状态了 他都是这个样子 你都不要这样其他的 中间过程里面 不用等到多久 马上就因为大吵大闹 离婚 互相伤害等等的 所以佛陀他这边讲到的 这种只要有欲 他就会有导向自己的脑海 导向别人的脑海 导向两者的脑海 他这不是一种 味道主义者在畅高调的 他这个是对于生命的本质 很深刻的思维 很深刻的认识 所得到的结论的 然后当这样子的欲寻产生 是灭会者 It weakens the sermon 这里的这个会 再一次的 他的意思就是分别心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欲寻 他会灭除掉你的分别的能力呢 你回忆一下当你的心 被浴火所吞噬 所吞噬的时候 你是没有能力 去做出客观的清醒的判断 怎么样 是长远的安乐的 你是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判断 你那个时候的心是 几乎被那个 黄噪的那个火 完全的绑架 这就是为什么 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 在跟对方发誓 发那个三蒙海誓 很多时候他真的不是骗人的 那个时候感觉真的是 我会永恒的爱你 我对你的这个感觉 我永远都不会变 那个感觉是很真切的 可是有经验的人都晓得 那个时候的感觉 三天之后三个星期之后 三年后三十年后 他不一定是继续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修行它是很有意思的 你越超越欲询 你的分别力越强越清楚 你越清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 你越会去脱离开欲 你的欲询越强 你越是一个淹没于浴火里面的人 你越是没有那样子的分别力 你越是短视短立 你看到的只是眼前 影头上面的满足 你没有办法体会得了 那种长治久安的快乐 那种淡薄 但是稳靠 真切的那种快乐 所以那样的那个智慧 它是变弱的 这样的这个欲询 它是脑海的半挡 意思是当你的心跟这样子的 意向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不会帮助你导向自由的 我们再继续看 同一本经 它继续说 当我生律 这是佛陀他那个时候 他思考着 他导向自己的脑海时 他灭没 当我生律 他导向他人的脑海时 他灭没 当我生律 他导向两者的脑海时 他灭没 当我生律 他是灭会者 脑海的半挡 非涅槃的导向者时 他灭没 每当欲询已生起时 我就舍断他 除去他 使他做终结 同样的 对于恶意 对加害询 都是同上的方法 这个意思就是 当你能够清楚地看到 这个三种恶询 三种邪思维 三种邪制 它的害处的时候 你看到它对于你自己的害处 它会带给别人的麻烦 带给别人的祸害 它会带给两者的祸害 这是怎么样子呢 那时候你的这种意向 它就减弱 它甚至是消灭的 我们之所以会 那么样的 固执的 要短视短力 注重那个眼前 那个肤浅的快乐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在我们的认识里面 我们对它是看得不够清楚的 它的长久的影响力 我们是看得不清楚的 然后佛陀 它是深绿 它不是只是这样想而已 它是深深的观察 深深的思考 这样的这个欲求 它怎么样的会导致别人的脑海 我的过去 已经让 无数的人 爱过我 然后他们就为我担心 他们就为我舍不得 他们就在我生病的时候 在我死掉的时候 好像陷入地狱般的痛苦 我的过去 已经让无数的人恨过我 当我接近他们的时候 就带给他们 好像是深陷地狱的痛苦 只要你在这个方面 你没有解脱 你允许 这样的一个制造痛苦的机器 继续在你的心中运转的话 它就会在未来继续以一个 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方式 去脑海你 去脑海别人 然后 请再注意 那个佛陀他这边 他讲到 欲寻一生 生起时 我就舍断它 除去它 使它做终结 你看他用那么多的动词 舍断 除去 终结 有的经文 他用更多的动词 来形容 这个修行 他讲到 我兵弃它 I cast it off 抛弃它 我renounce it 我幸运出离它 I extirpate it 我连根把它拔起 他用好多好多不同的动词 来形容这个过程 你看看这个跟当下所讲的 那种 不做批判的指示观察 的修行 是多么大的差别 当今流行的这个禅修 他以为这种 指示观察 不做批判 这个是禅修的主轴 甚至是禅修的全部 但是 佛陀他所教的法 是一种 行为主义的 他这个里面 都是动作 包括你对他的 不批判的观察 那也是动作 你必须要用这样的角度 来了解他 然后 你对于动作 他是该开发 还是该除去他 舍断他 终结他 就是要建立在政治上面 你有没有那样的分别心 你有没有那样子的那个 鉴赏的能力 能够知道 当这样的行为 当这样的习惯性 你允许他继续发生 或者甚至是你 很积极的 开发他 让他以后的发生的频率 更频繁 更强大 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都是政治的内容 这个跟 后代的佛教 所讲的 那种 超越分别 那种 看到 所有的像 都是 同等的空 所以你必须 言语道断 你必须要能够看到 法法皆是佛法 是如此的不同 因为佛陀 他的教法 他不是建立在 本体论上面的评估的 他不是建立在 诸法他的本质 是不是空的 他是不是心里面 所分别 所想出来的 他是不是你的 清净的佛性 流露出来的东西 所以都是 美好的 他思维的角度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思维的角度 是一个行为主义的角度 他思维的角度是 这样的行为 有什么样的后果 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我要怎么样的改变行为 然后除了行为以外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其他的东西 你再去讨论他 都是戏论了 所以当有人在跟佛陀讲 我的本性是什么什么 我所相信的上帝 他是宇宙的什么本体 佛陀没有办法在那个 阶次上面跟那些人讨论 他唯一能够讨论的是 当你 这样子认知 这个所谓的上帝 当你认知这样的 所谓的本性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他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在佛陀他的精密的分析之下 你信仰上帝 或是你相信有一个如然的本性 你一个能够产生出万事万物的 具备一切功德的 这样的一个本来面目 他有没有他的好的作用 那当然是有可能 有他的好的作用 可是同样的 他有他很大很大的弊端 然后对于佛陀 这种在追求快乐上 是完美主义的人 那是不够好的 因为在这世间上面 有弊端的东西 有副作用的东西 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懂得不断的去调整那个弊端 去修正那个副作用 让这些不够圆满的这个动作 能够衔接上 继续增上解脱的其他的动作的话 不管是看起来多美好的动作 包括你从福音式信仰里面 得到的好处 它都是轮回的一个部分 然后轮回在终究的而言 没有什么真的好的 它就是一个混乱 它就是一个悲剧 它就是一个 没完没了的一个疲劳 同一部经 他继续提起到 凡比丘多随寻思 多随视察 像这样成为心的倾向 如果比丘多随寻思 多随视察 欲寻 他舍断了 离欲寻 多做了欲寻 则他的那个心倾向于欲寻 如果比丘多随寻思 多随视察 恶欲寻 如果比丘多随寻思 多随视察 加害寻 他舍断了无加害寻 多做了加害寻 则他的那个心倾向于加害寻 简单的讲 就是 你的心会往哪里跑 它取决于 你怎么样跟你自己对话 它取决于你平常的方向感 你的意向 如果你平常的时候 你一天到晚心里面想的 通通都是 哇 像我长得那么漂亮的人 我怎么样的 能够让我自己 谈吐 更加的历练 所以能够在约会的场所里面 让更多 异性或者是同性的人 对我有好感 那心里面满脑子思考的 都是在追逐着 这种男女情欲里面的那种刺激 那种多元化的玩法等等的 那么那个就是成为你的心的倾向 你的平常的策划 你的努力 你平常你所爱扮演的角色 这些就是在形成 你的未来的轮回的模式 你的行为的模式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那么样的重要 留意 你的思考 留意你的自我的对话 留意你的意向 你平常 你在想什么 你的生命你在追求什么 如果你每一天 你大部分的力气 都是急急盈盈的 在为了你的子孙在卖命 心里想着都是他们 我要怎么样伴随一个好的爸爸 好的妈妈 好的爷爷 好的奶奶 这样一个角色 西面在想着各式各样 不同种的方式 能够来增加你的所爱的人 他的幸福 你想想看 这个在世间的价值里面 你是好爸爸 你是好妈妈 你是好爷爷 你是好奶奶等等的 在世间的价值上面 他是称赞你的 可是以佛法的 价值观来看 那就是你在未来 你会因为那一些 无数的陌生人 甚至是你当下的仇人 你看得很讨厌 很厌恶 很不喜欢的 那样的对象 你在未来的某一个情景之中 你会情不自禁的 要服务着他 心甘情愿的为他做牛做马 以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对于 自己的所爱的人 的那种付出 他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 他的过去 你是不晓得的 他的未来 你是不晓得的 他是从哪里来 你不晓得的 他之后 他会随着什么样的业力 去到什么样的地方 那是难以预测的 在中间 这种偶然的 聚会 然后你们扮演着这个角色 然后自己如此的入戏 你是那么样的 把你所有的心力 把你的兴趣 通通都灌注 再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那你又怎么能够期盼 在面临着世间的八苦的时候 你会不哭呢 你会不难过呢 你会不失望呢 你会不绝望呢 我们再继续看 同样的经 他提起到 比丘们 我看见恶不善法的过患 悲下污染 善法的出离 效益 明尽策 佛陀他的说法 他提到 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 他没有 例外的 都是强调分别心的 而且他这个分别心 不止不是坏事 它是绝对的重要 而且你应该要刻意的开发 佛陀形容什么样的人有智慧 他不是说谁越能够看到诸法 都是一样的空 最平等 越有智慧 佛陀从来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 佛陀讲的 你有越高的智慧的人 你心里面有越精准的鉴赏力 那个鉴赏力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大师 他在看到一个真正的艺术的家品 跟看到一个艺术上面的裂品 他能够看到 那个色彩的运用 那个笔触 他的实力 的熟练度 等等等等的 他就可以判断 这一个人 他在绘画上面 下了多少的功夫 他有多少年的火候 那几乎是没有办法假造出来的 所以同样的 佛陀他在判定一个人 判定一个行为 他都是用这样子 非常的精准的 非常的严谨的标准 再看 你这一个人 他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诚实的 可是偶尔的时候 他会夸大 偶尔的时候 他会加油添醋 偶尔的时候 他会讲一点白色谎言 善意谎言 以佛陀的标准来看的话 这就是一种恶法 所以同样的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修学政治的时候 你不断地去检验你的行为 你不断地去检验你的动机 能够看到 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你的意向 决定着你的方向感 那个被你发现到有过患的 有悲笑的 有污染的 你一直把它抛到身后 你不断地去前进到 那个有效益的 明镜的 甚至你发现到 有一点点的悲笑 你一种动作 你一个行为模式 你小小的这个任务 你都小心翼翼的 去检视它 去想办法对治它 这个才是八正道的修行的方式 同经继续 比丘们 这个是刚刚有看过的经文 这是另外一段经文 对不起 相应部46.55经 他这里面讲到 每当助于心 被浴滩缠附 被浴滩征服 所以已生起浴滩的出离 不如时了之时 那时不如时 知见自己的利益 那时不如时知见他人的利益 如是恶意和加害群 每当助于心 不被浴滩缠附 不被浴滩征服 对已生起浴滩的出离 如时了之时 那时如时知见自己的利益 那时如时知见他人的利益 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 你越能够政治修学的存熟 你越不被这些不善寻所征服 你的那个品鉴力 就会越精准 那接下来另外一段经文 如是语经2.12 如来等证觉者 次第教授二种法 也就是说佛陀他教两种法 有哪两个 第一个叫做知道恶不善 真实是恶不善 这个是第一种教授法 什么是第二个 你已经知道这个是恶 这是不善 他真实是恶是不善 那么就要针对着这个不同形式的恶跟不善 修学 艳离 离遇 解脱超离 这是第二种所教授法 这是如来等证觉者次第教授的二种法 在巴黎原文里面 它是讲 这是如来等证觉者次第教授的所有的二种法 佛陀他的所有的法都是这个 现在有很多的自命大圣的人 他看这样的经文 然后说啊这是小圣的修法 你们小圣才要去分 才会用这种二元对立 的这样的这个修行 以为说这只是一种世俗地 然后一种更高的 超越这个世俗地以外的 究竟地 的修行的方法 可是在这部经里面 佛陀他讲到 他只讲这两种法而已 这两种法是包含他所有的一切法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恶 是真正的是恶 不善是真正的是不善 清楚地知道 然后你已经知道了 你帮助你知道的更清楚 然后你要针对这个恶跟不善怎么样 你要想办法抄理他 你抄理他的方式就是要透过厌礼 就是要透过礼遇 就是要透过所谓的解脱 解脱的白脱他 你不参与 你在动作上面 你不跟他黏在一起 你在动作上面 你不形成他 你在动作上面 你不情不自禁地给他加油填出 你在动作上面 你不依赖他 你不依靠他 你不以那个地方 作为你汲取快乐的来源 那个叫做解脱 所以解脱这也不是什么抽象的意思 解脱这边是非常具体的 在动作上面 你跟境界所应对的模式 如是于经2.15 有这样的经文 残与愧 没有确立的人 在生死中沉沦 残与愧 以确立的人 于犯行中确立 他们的心被调伏 后游将近 有很多很多经文都是这样子写的 他跟后代的经文讲的是很不一样的 后代的经文以为 残愧他只是世间 世间法 他跟解脱到没有相关点 可是在这段经文很清楚的看到是怎样 残跟愧 充分开发的人 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彻底的解脱 后游将近就是阿罗汉国 就不受后游的意思 为什么残跟愧是直接跟你的生死解脱有关联呢 只有有残有愧的人 他才会真的对于那个不善法 有害怕 很多的人以为说 修行有智慧的人就是 我不怕死 我不怕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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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并不一定表示你是更高明的 很多时候不怕是表示因为你盲目 因为你自大 因为你逞强 所以你不怕 真正反而那更清楚的人 他是很怕的 就好像说 我最近我有看到过 有个在专门研究核子战争的这样一个学者 那一般的人他们就是 这个问题是不要去知道他 你不知道你就晚上睡得着觉 你这个问题你越知道清楚 你越知道 人类的文明 他是多么的微粹 他经常都是在 那个文明毁灭的那个悬崖 在那个悬崖绝壁的那个角落 那个地方就只差一点点 所以同样的 那个一个残跟溃具备的人 他对于那种轮回的危险性 他对于他的内心 那个没有清净干净的 那个智 那个声音 他是惶恐的 他是谨慎的 他是戒慎小心的 我们再来看 佛陀教诫 七岁的小孩子 他自己七岁的儿子的教诫法 你看看他是怎么样教导小孩子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段经文呢 以前在文章里面我曾经提及到过 我经过佛教的夏令营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们 在背诵着心经 有七岁小孩 十岁的小孩 十二岁的小孩 他们在念着 无言而鼻舌生意 无苦即灭到 无知义无得 我们从那个发展心理学来讲 那个是最糟糕的教育 你在那样的那个发展时期的小朋友 你在教他们 一切的法 他都是空的 他因为都是空的 所以他是平等的 所以最终而言 没有四圣地 四圣地他还是空性的 然后我们再反过头来看一看 佛陀他是怎么样教 教解他自己的小孩子 中部六十一经 他说罗赫罗 你看见倒掉的少量的残留水吗 是的 Bande 那佛陀他称他自己的爸爸叫Bande 就像老师这样的意思 罗赫罗 凡无耻故意妄于者 他们的沙门性 这么被倒掉 意思就是说那些故意 然后心里也没有惭愧 他可以撒谎 他可以为了念子的关系 他可以是为了要制造 他讲话的那个特殊效果 而讲善意的谎言 或者是为了种种世间的 不同种的这个意图 能够颠倒是非 这样子的人 他的那个沙门的品德 就像是这个少量的残留水 一样这样子被倒掉 就他是他一点都不配是 称为是沙门的 只是佛陀交给他儿子的价值观 这里面是有价值评估 这里面是有分别的 然后佛陀他继续讲 罗赫罗凡任何无耻故意妄于者 我说无任何恶他不能做的 意思就是说会这样子做的人 他会杀一个小小谎言的人 他什么他都做得出来 他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坏 那只是因为没有那个环境而已 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说 对于那个二次大战之后的 那个Nuronberg Trial 有一些了解 他们发现到有很多 那个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 那有很严重的虐待罪犯 倾向的那些 求欲啊 我们一般人都以为说 这些人他们一定是变态啊 他们才能够这样子 无动于衷的 数以万计 数以千计 数以数十万计 数以百万计这样的人送进 毒气室里面 这些人他们一定是有精神问题的 可是你去看这些人 你会发现到他们都是普通人 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在战争之前他们有的是高中老师 有的是幼稚园老师 有的是护士 有的是修理汽车的 有的是在银行上班的 各式各样的职业 然后在他们的职业的场合里面 他们的朋友都讲 这个人很好哦 这个人很怎么怎么 可是当你把他放到一个不同的 那个情境里面的时候 他是那么容易的 他就扮演起另外一个角色来 这个里面就说明 就佛陀哈里面所讲的 那种诸行的危险性 你不要因为你现在所扮演的角色 让你以为 你很棒了 你现在扮演这个角色 你以为轮回没什么 你不怕 你不要因为你扮演这个角色 你就以为说 我的所有的这个功德 决性通通都是自信里面 自备的 你不知道这个眼前 这个意识 这个记忆 这个角色扮演这个功能 没有一个真的是你的 没有一个是真正文靠的 他们会败坏的 你会变成一个 你现在的你不认识的人 然后他在这个经文里面 他就是讲到说 如果会讲妄语的人 他基本上他是 什么样恶 他都有可能会做的 所以儿子 你要做到 即使开玩笑的时候 我也不说谎 罗后罗 你应该要这样子修学 你应该要这样子锻炼自己 我们再继续看中部六十一经 他讲罗后罗 你怎么想 镜子有什么用处 帮你镜子拿来观察自己的 同样的罗后罗 观察在观察后 深夜 才做才去发动 你的身体的动作 观察在观察 才去发动 你的言语上面的动作 观察在观察 你去发动你心里的动作 罗后罗 当你想要做深夜时 那深夜应该被观察 当观察时 如果你这样知道 凡我想要做的这深夜 这深夜对我会导致自己的脑海 会导致他人的脑海 会导致两者的脑海 这不善深夜 有苦生起于苦果报 罗后罗 你应该竭尽所能 不做像这样的深夜 然后如果你的思维是 不会导致这些脑海 那么你应该要做这样的深夜 如果会导致伤害 你应该舍弃这样的深夜 不导致脑海 你就可以重拾这样的深夜 如是语业跟异业 都是这么做 你看看佛陀 他是怎么教小孩的 他从来 我们在佛经里面 众多的佛经 所有佛陀 他跟他儿子对话理念 佛陀从来没有一次 是跟他讲说 诸法皆是平等的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 是培养起一种 超越了分别的广大性 从来都不是这样子 佛陀的广大性 跟平舍性 他通通都是建立在 越来越精准的价值分别上面的 继续 罗侯罗因此在这里 我将观察在观察后 净化深夜 观察在观察后 净化雨夜 观察在观察后 净化一夜 罗侯罗你应该要这么学 所以你如果能够了解 这个佛经里面 他所讲的政见 他所讲的政治 或者叫政思维 他的议题 你就能够理解到 在佛陀的教法里面 通通都是从同样的价值观 从同样的认知里面 延伸出来的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所谓的无我的问题 非我的问题 他不是所谓的第一 意义体实相延伸出来的 很多人把无我 用在本体论上这个角度 所以在讨论着说 我存不存在这样子的问题 我有没有本体 我是不是条件所组成的 我是不是空性的 还是是我有实体的 我是不是只有名字 还是没有名字 有名字有实体 还是有名字无实体 无名字无实体 等等的 佛陀佛不是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 他在讨论的是 道德行为的议题 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些话题延伸出来的 我这边在做进一步的解释 为什么说非我 无我是道德的议题 是行为的议题呢 当你在修学 正思维的时候 心里面观察着 当我心里面起了 这样子一个动作 它会不会造成自我的脑海 他人的脑海 两者的脑海 最后你会发现到 如果你把你的五蕴 当作是我 它会造成脑海 你就会因为五蕴的变质 会让你痛苦 会让你不安 他是从这个角度讲 然后他不只是五蕴 佛陀甚至更进一步讲 一切法 你都不能够 把它挑起来 把它扛起来 当作是我 这里讨论不是 你有没有的问题 你有没有实体的问题 这边讨论的是 你的动作 你的心里面的动作 你的心里面 动作里面 你有没有把 某一种功能 当作是 这是我的本性 当时佛教的发展的同时 还有佛教开展以后的 后代的外道 有很多都是讲 这种亲近本我 亲近佛性 亲近一心等等的 这样的这个说法的 然后佛陀面对这种说法 他从来就不是要去证明说 上帝是不存在的 自我本性 他不是从这样的角度 他是说 当你把这个东西 当作是本 当你把这个东西 当作是你的自信的时候 他会产生出什么效果来 当你把那个觉知 当作是你的本来的佛性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你就会 在觉知 在觉知的变化之中 还会有痛苦 你的心就还在 依附着 觉知 还在扛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压力感的来源 所有的佛教的议题 他都是应该要用 由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理解 接下来这个经文 中部114经 提起到 你看看 所有佛经里面 他讲到 正思维 政治的内容 都是这样 二分法 分别 然后现在的佛教徒里面 居然有人解说 说所谓的政见 就是看到诸法空性 诸法空性 跟这样子的正思维 有什么关联呢 它是毫无关联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的课 提起到 佛陀所讲的政见 并不是要你去认知到 一切事件都是空性的 或者是认知到 你本来就具备一个 具有所有功德的本性 那不是政见的内容的 佛陀的政见内容 通通都是跟行为有关 相信行为有影响力 相信行为的改变是值得的 那是你应该做的 这是直接牵扯上 你的长夜的安乐 你的幸福 你的痛苦等等的 你应该在这里面 有警惕心 有警觉心 有惭愧心 等等的 确知说我们人类最深的 乃至最细的痛苦 最有意义的那个部分 都是跟行为有关联 然后你若是这样子了解政见 你再来看这个政思维 他们两个就连贯在一起了 它是一个自然的延伸了 你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有的老师跟你讲 政见就是体贱到一切诸法信空 体贱到诸法信空 为什么会开展出这样子的政思维呢 That doesn't make sense 那是说不通的 我们再继续看下一部经 这个经文提到 比丘如理审查 而不忍受已生起的欲寻 使他走到舍断除去 做终结不存在 已生起的恶意寻 已生起的加害寻 不忍受已生起的恶不善法 使他走到舍断除去终结 令他不存在 再次的看到 它是有那么多的动词 你在做政治的时候 当你发现到 你发起来的动作 是不符合 那个正确的方向感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的 努力调整你的方向 把你自己再拉回来 把那些不正确的动作 舍断除去终结 让它不存在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 什么是不善的习惯呢 不善的深夜 不善的雨夜 邪恶的生活 这些不善习惯是从哪里起源呢 从心起源 虽然心有众多的 种种的 各式各样 种类的 但有贪 有撑 有吃的心 不善习惯 是从这里起源 类似这样的经文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是时间的关系 所以只能够 好像走马看花的 让大家看一看 大致上有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再继续看 下一段经文 这些不善习惯是在哪里灭无余呢 比丘舍断生恶行后 休息生善行 舍断与恶行后 休息与善行 舍断义恶行后 休息义善行 比丘为了 未生起的恶不善法 之不生起而 生育 努力 生起活力 尽心勤奋 为了 以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 而生育 努力 生起活力 尽心勤奋 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 生起而生育 努力 生起活力 尽心勤奋 为了以生起的善法之 存续 不消失 增大 扩大 圆满 休息而生育 努力 生起活力 尽心勤奋 这样的行者是导向 不善习惯之灭 的行者 这里面讲四正情 你要多么认真的 去预防 那还没有产生出来的恶法呢 你不是只是说 观这样子而已 你是要产生出很大的动机 这个叫生育 你要很强大企图心 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这是重要的 你为什么要小心翼翼的 这样防护着 那还没有产生出来的恶 因为你知道 你是有造恶的可能性的 虽然那个恶还没有产生 虽然你现在这个欲 它还没有产生 可是你是有这样的潜力的 所以努力的在经营着 内在的环境 外在的环境 你小心翼翼的在保护你的内心 为的是要什么样呢 为的就是要割除掉 这样的习惯性 那会不断的生起欲的 那个习惯性 它需要你这样子努力 习惯性才能够改变的 要不然的话 积息难改 我们作为一个习惯性的动物 属于讲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大部分的人的结论是这个样子的 本性的确是难移的 可是它是可以移的 那要把这么根深蒂固的 那个所谓的本性 那种习惯性改变 你就是要生育 努力 生起活力 尽心 勤奋 在小的地方 用功 然后对于已经产生出来的恶法 也是这样子 对还没有产生的善法 你是同样 那么样的认真 那么样的小心 那么样的努力 让它产生 已经产生出来 你那么样的努力 要让它能够存续着不消失 增加扩大 这是政治的内容 《法剧经》有这样的一个句子 有价值的 看成是无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 看成是有价值的 这样子的人 支持着 邪制 或者叫邪思维 这边就定义了 什么叫邪制 什么是政治的相反 明明是有价值 你把它看成是无价值 没有价值 人却看成是有价值的 甚至稀里糊涂的 都是 这个全都是 佛性清净的流露 讲这样子话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 把注意力贯注在 那个贫贱力的培养上面的 然后什么样叫做政治 正思维 有价值的 看成是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 看成是没有价值的 这样子的人 支持着 政治正思维 OK 我们再看这个 相应部51.15经 比丘休息具备 预定勤奋之行 的神主 我故意把这个巴黎文 列出来 因为它这个巴黎文很有意思 这是有点难翻译的 这个经文是有一点 尤其从中文来看 尤其从中文来看 是含糊不清的了 他应该要这样子看 我这边parse给大家看一下 有所谓的四种神族 这四个神族分别是 欲 第一个叫做欲神族 第二个叫做情神族 他这边翻译叫活力定 活力定神族 第三个叫做心神族 这边翻译叫心定神族 英文常常是翻译叫做 intent basis of success founded in intent 然后它的巴黎文是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 具备考察定 勤奋知行 这个在中文的翻译 一般翻译叫做会神族 什么叫神族呢 后代的传说 就是神族是跟神族通有关的 六种神通其中一个 你要成就神通的四个必要条件 其实那是 不是很正确的理解的 这个神族啊 你应该把它理解为 你要能够完成你的目标 所具备的四种 努力的方式 所以我用世间法来比喻 什么叫欲神族 第一个 这个欲定情分之行的神族 这一般传统翻译叫做欲神族 什么叫欲神族 好 你今天你想要有钱 你想摆脱那个贫穷的难堪 你想摆脱那个人家 因为贫穷而看不起你 你所需要的条件之一 要让你能够成功的条件之一 就是你必须要有强大的动机 强大的企图心 你要确认说 这是值得我努力的 我想要有钱 我要努力的经营我的财富 然后光是想要有钱还不够的 对不对 你的这个企图心 它是可以开发的 它可以开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可以开发到让你朝思暮想 你早晚你吃饭的时候想的也是 我要怎么样发财 睡觉的时候也在想 我要怎么样的发财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处处你的思维 你的取角都是我要怎么样的做 才能够开发出 更多帮助发财的机会来 然后这个是必要的成功的条件 所以欲在这里是一个好事的 很多人以为说佛法 他就是无条件的只是一味的断欲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不是无条件的 无分别的 不做批判的 只是观察 他非常强调动机 动机是永远都要放在你的方向感后面 光是有方向感还不够的 对 你要不断的有动机 你才知道为什么要维持这样的方向感 为什么要人生要选定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要依循着这样的价值观 第二个神族 活力定 一般传统的翻译是情神族 那个情神族就是你要付出努力的 你要改变你的习惯性 你要建立起你的心的习惯性 你必须要在肌肉的层面上面用功 习惯他像是一个肌肉一样 你要不断的使用他 你要去重复他 然后在重复的使用他的过程里面 你要去开发新的使用的方法 所以同一个肌肉 他也用不同的角度去训练他 这是情的部分 然后心 心神族 心定 他这里翻译叫做心定 勤奋之行的神族 传统的翻译叫做心神族 心神族的意思 就是 你要去达成任何的目标 你所必要的成功的条件之一 就是你必须要一直有一个完善的心境 平衡的心境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想要让我的学校的成绩改善变好 然后当你这样子努力的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 你会沮丧 好难哦 好累哦 怎么同班的同学都那么聪明 那么厉害 我怎么就这么笨 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怎么样的鼓舞你的心 提升你的心 别人能够做到 我也能够做得到 或者是你用其他种的方式 鼓励你自己 我以前 一个想都不好意思的 有一个鼓励自己的方法 在读书的时候鼓励自己的方法 就是 实际上世间上大部分的人 是很愚笨的 是很懒惰的 你只要比世间上大部分的人 多付出5%的力气 多付出10%的力气 你就会 锋芒万千 你就会 鹤立鸡群的 你不需要多付出那么多 你只要别人要超出一点点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鼓励自己 有的时候 你在这努力的过程里面 你是有相反的问题 你是太过的高康了 或太过的自信了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怎么样去调柔自己的心智 让那个爆炸性 爆发性的那个活力 能够变成是跑马拉松式的 那个活力 它是可长可久的 它是细水长流的 那个过度的自信心 有的时候会导致怎么样 轻忽 傲慢 疏忽 所以你要懂得调整你的心 所以这个心定就是 你要去看你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 你的内心的那些资质 那些特质 它有没有平衡 来增加你成功的几率 这个是叫做新神主 然后最后一个神主 这很长的这个中文的翻译 传统翻译叫做会神主 具备考察定 勤奋之行的神主 他的巴黎文是 那他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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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以前演讲的时候 曾经有提起过 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 很有意思的 这个纪录片叫 Jiro Dreams of Sushi 次郎 他梦见寿司 他这个电影呢 他拍的是日本的 这个有得到米其林新的 这个等于是做寿司 做传统日本料理的大师级 这样的人物 他为什么会那么样成功 他为什么会那么样成功 在日本 这种对于吃寿司 那么样挑剔 的国度里面 他居然是被公认 是最了不起 有最高成就的 几位寿司大师之一 然后这个纪录片里面 这个电影里面 他就讲到 这个寿司大师 他是对于他的记忆 对于他的这个skill 对于他的这个classmanship 他是怎么样的用心呢 他顾虑到的事情 小到那个寿司 他的那个饭团 他的热度 他每一次呢 他要透他的这个饭团 在他这个手心 一握 他这个握在这个手心的 这个时间的长短 会影响 那个米饭 他的温度 然后他经过 非常细心的观察 跟评委 他想 鰻鱼 他要配的白饭 那个温度 要比较 可能是凉一点点 那个 Yellowtail 那个湿鱼 他配的那个白饭 他那个白饭温度 应该要暖一点 这样子那个 暖凉 恰到好处的 那个米饭 他搭配起 那个生鱼片来 会给那个 生鱼片的滋味 添加风味 他考察到 这样的地步 所以他 每一次 他握在手里面的 那个米饭 他都用这样子 高度开发的直觉 去判断 这样的温度够不够了 握够了 他才把这个饭团 上面又加了生鱼片的 递给他的客人吃 他提起到说 他晚上做梦 大部分的梦境 都是跟寿司有关的 不同颜色 怎么搭配 那个寿司 他的那个鱼 的那个纹 那个身上的纹路 他要怎么样切 他会影响口感 他没想到的都是 他开的那间小小间的 那个寿司店 他的光 他打的那个光 他的亮度 要怎么样恰到好处 会影响 那个 他的客人 吃东西的心情 你看他这里面的 这个会神主的意思 就是怎么样 就是 善用你的内在的资源 你的分别力 你的想象力 你的创造力 你的连结力 你的统整力 你的记忆 各方面 所有内在的好的资源 你通通都用上来 你想想看 如果你有基罗这个人 这样子的用心 把这样的用心 用在你的修行上 你能够不成功吗 然后你看一看 那个佛陀跟佛陀 他的大弟子们 他们对于修行的 用功的程度 他也同样的 是这样的招司梦想的 吸引人来想 我要怎么样去 琢磨着这个记忆 让这东西变得更棒 更好 我心里面这个 摆脱不了的这个 这个影头 我要怎么样对峙它 所以才能够 不是只是 跟它相处而已 而是把它甩得干干净净 让它在我的世界里面 全然的消失 一点痕迹都不留下来 然后每一个这个神族 这四个神族 不管是欲的神族 情神族 心神族 慧神族 他的全名叫做 具备什么什么 定勤奋之行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佛陀 他要求我们修行 的那个方式 他那里面是充满了 抑郁的 充满了努力的 充满了积极性的 充满了方向感 充满了意义感的 这是原始佛法修行的特色 还有一点点的 PowerPoint Slide 还没有机会讲完 但时间 有限 今天我们就先在这里 打住 结束之前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或心得 老师您好 请问一下 以前我在学习 汉传的佛法的时候 他是有讲到 有违法跟无违法 有违法的那一部分 其实也是有分别的 像食善业之类的 然后他们把无违法 放在有违法上面 那个无违法的部分 就比较偏向空性 其他之类的 那我的困扰的问题是说 虽然在这个赤地上 或者这个不是赤地 就是说这个过程是不同 但是他们最后所说的 证悟到那些空性的部分 跟原始佛法 涅槃的那一部分 是有没有是 任何相通的呢 因为我们对涅槃 也只是一种非常 言语上表面的了解 对 当然这个东西是很难一概而论 然后我 那个我先回到后面的问题 然后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去 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相通 这是很难一概而论 但是如果你纯粹是从它的体系 从历史 从文献来看的话 它是属于不一样系统 就当时那个佛陀 他所抛弃的 那个外道的修行的方法 其中的那个一种 外道的修行方法 叫做飞翔飞翔 飞翔飞翔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他看到一切分别想的虚妄性 然后看到分别想的虚妄性之后 你把世间所有的物相 那个独立的个体 你都看成是空的 所以你注于无相 传统上面的无相 跟飞翔飞翔 它很多地方 它是共同 在很多经典里面 它是同意词 那佛陀 他对于那样子的那个定 对于那样的那个境界 他是说那不是解脱 那还不是解脱的 然后另外那个像 一般而言 般若系统里面 他所讲的不来不去 他的那不来不去 跟原始佛经讲的不来不去 意思是不一样的 般若系统里面 他讲的不来不去的意思是 因为你看到这个世间 所有种种的那个物相 所谓的独立的个体 那个你我他的差异 树跟房屋的差别等等的 那些差别 它都是来自于 那个我们内心 划分了界限之后 赋予这些物相 一个实体感 然后呢 你如果能够看到说实体感 那个实体实际上它是空的 它是没有实体的 它是没有字体的 那就没有来去的问题了 那个来去是因为 你有划分的界限 所以你才说这个东西 跑到那个东西去 可是你能够看到诸法 它的那个界限 都是人为规划出来的 的话 那就没有实质上面的 去来的问题 所以般若系统 它的结论 就因为没有去来的问题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涅槃也是如梦如幻 若有过于涅槃 所以我一说如梦如幻 它的结论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结论是 世间的痛苦也是如梦如幻 所以你想要摆脱开痛苦 那个本身就是问题 你会能看到说 实际上涅槃跟轮回 它都是如空花一般的 都是一样的虚幻 它是本质上的平等 你当下就解脱 所以班若经 它的那个修行的那个方式 它是一种法忍的修行 西方哲学 它是这种认知 你在认识上 你完全认可这一点 你去拥抱这个 然后忍而不振 你忍而不振 就会怎么样 就度一切苦恶 就心经里面所讲的 它认为说 所有的苦恶 通通都是来自于 这种物象上面分别 你觉得有一个 独立的这个个体 当你发现宇宙 它是没有这些独立的个体 也说没有威胁感 你就没有目标 你没有要去哪里 你没有要脱离开哪里 所以它的那个不来不去 是这样的意思 佛经里面讲 涅槃的不来不去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佛经里面讲的 不来不去 它特别就是针对 我们刚刚一直讲的 那行为主义上面 的不来不去 它是建立在于 因为所有的饥渴感 的断除 所以你的心 它是不对境界 做任何年阶上面的 这种方式的参与 所以那感觉是 你不是被挤压的 你不是被什么东西 逼迫着 你不是逼迫的 在参与着时间之流 然后那个感觉是 你是跳脱于时间之外的 那心是清凉 它没有任何逼迫 你的那个欲 它没有逼迫 你的那个爱 它没有那个逼迫 你说你需要什么 因为那个饥渴感 所以去参与 所以它这个不来不去 直接是建立在 你的某一种 那个活动上面的 调整上面 它不是在认识论上面 你这种法人 那这细讲有很多 有很多可以谈的 但是你如果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面 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们可以再多做讨论好了 那所以说老师 他最后他们所说的 那一种的涅槃的境界 就是跟我们原始佛法 是不一样的 一种境界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你很难很难说 去一概而论 但是你如果 从这个文献学 从历史上面的 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他们是一样的 为什么佛陀当时 他要扬弃 这些不同种的 这个宗教的修行的方法 他要讲到说 真正的解脱到 他必须是要建立在 什么什么东西上面 如果说 这个非想非非想定 他已经算是解脱的的话 那佛陀他就 跟着那位老师就好了 他不必要另创门派的 然后这个后代啊 他把 非想非非想定 又重新定义了 实际上你如果你去看 你去做这方面的 那个宗教的 那个考据的的话 那个印度古老的时候 那个早期的奥义书 他的那种 非想非非想定的 那个认识 跟班若系统的认识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他都是建立在说 他认知到 想运呈现的东西 是虚假的 所以你要能够超越想运 所以他的那个解脱 他的解脱的方式 基本上是建立在 想运的改变上面 他不像是佛陀的解脱 倒是建立在 行运的改变上面 然后你刚刚讲到 那个 后代的这个佛教 他有分这个 有违法无违法等等的 实际上你若你 全盘的去阅读 那个班若系统的那个经纪 来的话 班若系统他的那个特色是 我们用六菠萝蜜来讲好了 用这个来做比喻 六菠萝蜜是以班若为先导 意思就是说 实戒菠萝蜜啊 忍入菠萝蜜啊 精进菠萝蜜啊 禅令菠萝蜜啊 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从班若延伸出来的 那它延伸出来 它的内容 跟原始佛法讲的那个菠萝蜜 是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什么叫做 禅定菠萝蜜 在班若系统里面 禅定菠萝蜜就是 你对于诸法 它是信空的 它是不生不灭 没有任何一个个体 它是可以单一割立出来的 这样子的认知 内心不动摇 这个叫做禅定菠萝蜜 然后什么叫 持戒菠萝蜜 那持戒菠萝蜜 它指的是 如果你能够 对于这样的这个法 忍而不证 不断地以这样的这个认知 来引导 你的行为 然后那个 对于这个众生的帮助 都是流出于 这个无所住的 这样的一个心 那这个就是一种持戒菠萝蜜 所以这个很多大圣经典里面 它里面讲到说 什么叫持戒 持戒就是不悔菩提心 叫做持戒 在不悔菩提心的前提之下 维护菩提心的前提之下 什么戒都是可以开的 所以你看那个 举一个例子来讲 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呢很多的男人上战场 战死的战死 然后打仗的打仗 日本本土 那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寡妇 有很多等于是 先生已经死掉了 不知道会不会回来了 这样的一个女人 然后那个时候 日本有很多的出家人 然后他们这些出家人 他们是 很多日本的佛教传承 大部分的出家制度里面的成员 他们是 不守戒的 就不守传统的戒律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给 日本社会的这些寡妇里面 提供一种特殊的服务 这服务的内容 我想这是 不用讲 你可以想象得到的 然后提供这个 所谓的特殊的服务 他就每其名说 我这是因为菩提心 我这个为了要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连这样的这个破戒行为 都是合法 都是允许的 所以因为你看那个 譬如说像华严经 那华严经 他有一个章回 他讲到那个菩萨的化身 作为娼妓 这样的那个例子 因为众生 所有的这个欲求 你都是应该要去满足他们的 那其中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你要以各种的形式 去满足众生 然后华严经里面有 有一个篇幅 他就在讲到说 这菩萨他发愿成为娼妓 所以那个众生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愈活能够得以满足 就是他的这个 班若系统里面的 那个菠萝蜜 跟那个班若这个词汇 他虽然跟原始佛家 那个词汇在名称上面是一样 但是内容是不同的 他的意趣也是不一样 那如果一个人他要坚持说 我修这个班若的这个法门 最终也是达到解脱 这个是 我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是无争的 就是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去辩论这个问题 我比较喜欢的是 我去看待佛陀 他自己思维事情的态度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他不是一个说 我只要去认知诸法皆空 然后我以这个作为我的法忍 然后我能够 永世轮回也都不会有危险 因为内心有这样这个菩提心 有这样这个班若这个法忍 在引导着自己 他的那个谨慎小心思 他看说 这个菩提心 是什么东西在承载着他 我们人的记忆是会败坏的 我们的人的认知 我们人的价值观 它是一直一直在改变的 它随着你的经验的不同 它甚至它会因为你的 生命的那个躯体的不一样 你跟环境 界面跟互动的方式不一样 你就会对这个世间 有不同种的认知 所以你真的能确定说 你要修的这种法门 是让你生生世世 有一套这种稳固的 你可以确信的 这个五蕴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能让你一直安全的 待在轮回里面 然后我看佛陀 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是 他不这样子做 他讲到只要是有行 就是有危险 没有例外的 他没有说有另外一种 轮回的方式是 你可以很潇洒自由 因为有这个空性的 这个智慧 你就可以 永远都不用害怕退堕 继续的在记忆 继续的在囤积着 你的福报 你的智慧 你的记忆 你的资讯 无止境的 只会往高的地方爬 只会往越来越多 这个方向前进 这跟佛陀认识的 那个行 的那个本质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陀他所 他个人 他所示范出来的例子 只有不受后友 才是答案 只要你还 你说你要参与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他的那个欲求 是无边无际 他像这个无底洞一样 你如果说 好 我的政治 我的志向是要满足 所有世间 众生的欲求 要让他们 怎么讲 要让他们能够得乐 你只要 真的很认真的去尝试 这条路 你就会知道说 这条路是不是适合你的 我自主 我在年轻的时候 是很努力的 在尝试这条路 我举一个例子 那个时候 有一次这个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下大雨 然后我比较早 早一点到校园 然后到了校园之后 发现满地都爬满了蚯蚓 那蚯蚓啊 因为刚下了大雨 那个草皮都淹水了 那蚯蚓因为 快淹死了嘛 就逃 逃出来 逃到这个 教室的走廊的旁边 那走廊上面是 成千上万的那个蚯蚓 然后如果我们不去理会它的话 不去救它的话 它就是会被干死 它就是被踩死 我那时候就在救它们 救这个蚯蚓 一只一只挑起来 一只把它放到旁边的 比较干一点 它可以活下去的土壤 里面一只一只的这样救 花了好多的时间这样子救 上课时间要到了 我已经准备要迟到了 然后我心里面 起了一个挣扎 如果我今天我旷客了的话 我有可能就可以再救 五千的众生 让它免于痛苦 免于这样子亡死 或者是我就要去上课 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在那里挣扎了好久 我是没有旷客习惯的 对不对 可是我知道我如果旷客 我可以救那么多的众生 那是不是可以旷客 好那我今天旷客了 我今天旷客了 还有得旧的 不是说我旷完课 我事情就没有了 这个旷众生这个工作 它是无止境的 然后我现在能力所及的是 我马上就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而且我是可以不断不断地付出的 我是可以不断不断地付出自我 那个佛陀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后来读到之后 给我很大的启发 让我产生出很大的感触 他说 你如果 能够 利益他人 那个是比起 害他人 还要好的 你如果你是 利益自己 跟利益 然后 那这样子是比利益他人 还要更好的 你如果你能够利益自己 也能够利益他人 那这个是比起 你只能够利益你自己 还要更好的 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 利益自己是比 利益他人还要更好的 然后就学生问佛陀说 为什么这个样子 那佛陀他的回答也是很奇怪 就是你如果用逻辑的角度 来理解他的话 有点 难以理解 但你用直觉的方式去理解 他是很耐人寻味 他说 利益自己比利益别人好的原因 因为利益别人 你要牺牲自己 他就这样回答 那时候我就有很大的感触 就是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老师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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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